大家好,欢迎来到零点娱乐资讯,高田网剧蒙七十神字开播以来就受到网友们的劝烈追捧,不仅因为剧情好看,里面更是有很多高原石的帅哥,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,你最喜欢谁呢? 徐志贤饰演的是男主下淳于,是敬安侯是子爷,也是朝廷拍到《非凤者》的卧底,徐志贤是一名中泰混血,1991年生,不论是古装还是时装,都是帅气满平,再加上阳光般的笑容,真的是分分钟圈粉,有没有 柴阁饰演的宋七,在现代事业佳瑶的小沈总,在古代是他的小跟班,十分偏瑶瑶的画,剧中的造型也是萌帅萌帅的,柴阁是1990年生,毕业于上海东华大学,换上黑色西装更是更添了几分酷帅感 盛冠森饰演的玉王,是一个心机颇重的皇子,为了争夺防卫,步步为零,毫不手软,虽然盛冠森在剧中饰演的玉王看起来颇为成熟,不过其实也是一位1993年的90后小生,换上时装之后,看起来也是十分难光 张艺聪饰演的西裔堂堂主丁器,与穿越前的女主叶锦萱,有着扯不清的情愫,机缘巧合下邓宇穿越后的叶佳瑶,展开了一段聊天甜蜜的喜马 1992年出生的张艺聪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换上时装后更是给人一种临家大男孩的感觉 李戴坤饰演的夏淳风,是男主夏淳于的弟弟,对琉璃郡主更是体贴备质,只要琉璃想要的他都会尽心尽力 李戴坤,1992年生,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,换上现代装看起来非常青春时尚,阳光帅气 陈佑瑶比前面几位年纪要更小一些,是一位1998年出生的小鲜肉,就读于浙江礼峰大学 陈佑瑶身高185厘米,有着模特般的身高和高颜值,在双世仇飞二周也有出演,相信在娱乐圈也是前途一片光明 宋寒宇在剧中饰演的魏刘江,可以说空有一部好皮囊,一点真本事都没有 宋寒宇也是一位90后新生代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,换上时装打扮的宋寒宇,看起来文质兵兵,比补妆还要帅气